投資長 現在解封前 解封後 你要告訴大家台股怎麼走嗎 投資長 我今天用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股市 告訴你解封前 台股會怎麼走 戴口罩的時候會怎麼走 脫掉口罩的時候怎麼走 因為畢竟你今天可以看我們節目重播 Royne你可以作證嗎 在上禮拜六我特別加班的時候 我告訴你禮拜一件低點 果然15159點 是台股的這一波最低點 這本週週限長了500點 你可以看我重播的紀錄 可是重點是我獨家的跟你思考 在台灣的人民戴口罩的時候 股市會怎麼走 脫掉口罩後 股市會怎麼走 今天節目非常精彩 有些獨家解盤還有一些獨家標股 你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 鄒穎 今天是5月21日 台股開盤16136點 中場收在16302點 漲259點 美國上週出領失業金的人數 創疫情爆發以來的最低 美元還有黃金下滑 比特幣反彈 10年期美債值利率回落 科技股領均反攻上漲 尤其晶片股更是氣勢如紅 四大指數全數收紅 再來看到台股 今天呢 開盤就攻上高點16431點 後續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台股王 單週績效記錄保持人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Telegram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 場場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隆投資長 投資長好 肉依 各位觀眾大家好 投資長 今天真的是好消息 是 禮拜我看到這樣子 上漲就覺得 想到投資長之前有講過 6月底前 我們台股大盤會攻上萬七 現在又更進一步了 你好厲害喔 尤其上週還提醒大家 禮拜六的時候提醒大家 禮拜一的時候會下跌 大家就有心理準備囉 那跌到15159 大家還是有信心 會續報 還有進場 真的要好好謝謝你 謝謝投資長 同朋友如果你沒看我節目 你禮拜一是不是就砍到阿呆鼓 最呆最呆的鼓底嗎 阿呆嘛 就被人家衝 紅呆 同朋友我禮拜六為什麼要加碼錄影片 我給你信心啊 是 其實如果所有會員朋友們 他不一定要看我禮拜六節目啊 禮拜一就照樣去加碼就好了啊 是 禮拜六你聽到三集幾天昏了 10點45分 蘇貞湾院展告訴你 這三集警戒了 對 一天撐他180 你已經昏頭了 台北世界永遠都不一樣了 台灣世界永遠都不一樣了 說話怎麼 告訴你就是禮拜一就是見低點 是 我直接跟你講 禮拜一你就知道低點是什麼了 你有沒有這樣講 有啊 我預告在前面啊 對 我預告在前面 我說 這一波的下跌 不論是做多的或做空的分析師 沒有一位分析師是像我一樣 我這個東西 同朋友 你可以回去看我Line Line看不到我之前的文章 可是你可以加我Line以後 你看到我是全台灣粉絲人最多的 是 Line是全台灣粉絲人最多的啊 看我叫我Line以後對不對 再加我Teregrine 加我Line以後再加我Teregrine 可以看我之前所有的文章 可以換百分之來的文章 Line只有80%的文章 你就會發現到 我就是預告在前面 我就跟他 禮拜一見低點 禮拜一見低點 所以我們在講 有 我說一切的一切 我就預告前面 我不去試畫 不去馬歐炮 我就是可以看到未來的男人 你們有個可以開玩笑 很多人覺得奇怪 網友PTT常常罵我 Dcard常常罵我 可是有人支持我 可是怎麼樣 Moblin也有人罵我 So what 大家還是喜歡看我節目啊 因為大家知道跟我本座 下場很淒慘啊 有沒有 禮拜一 哪一個分析師是告訴你 禮拜一見低點的 哪一個人的行情在跌 台股跌快沒跌兩千 還沒有跌兩千之前 告訴你會因為疫情下跌的 很多人之前說 你說下跌是通膨原因 我們特別針對誰 我猜啦 我應該知道 可是因為沒有人像我一樣公開 沒有人像我一樣公開 呼籲打疫苗嘛 像你想打打不到 像你想打都打不到 我只問一件事情 同學們你看的任何財情節目 或任何分析師 有沒有預測到台股下跌 第二件事情 有沒有像跟你 有沒有像我一樣 跟你講這個疫情 會疫情的關係 讓股市下跌 如果它的跌 完全跟疫情沒有關係 同學沒有 這樣邏輯是對嗎 你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說這一波 到最後大家都是因為疫情關係 你懂我意思嗎 疫情會因疫情關係的下跌 也因為疫情關係的上漲 是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我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肉依你知道今天週限 我看一下週限喔 15827 週限還漲了快500點耶 哇 週限就是畫面給我 就是這一週 台股會漲了快500點 如果有誇不誇張 誇張 真的很誇張 一個禮拜過去了 對 誇張了 怎麼辦 怎麼辦 那麼我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沒關係你繼續說 對 因為大家一個也更想知道說 是不是在6月底前 可能更提早喔 我們就可以看到 大盤上萬七 還有投資長有提到 8月底前 我們會上萬八 投資長現在這個方向還是不變嗎 不變 完全不變 肉依今天都16400點了耶 是啊 是不是 16400點了 最多要16400點了 對啊 怎麼樣 肉依我問你一件事喔 禮拜天你看到文章說 好像看起來要跌破15000了對不對 對啊 我說6月底之前 我說一個月以內台股上17000 你是不是覺得我在 一定覺得我在胡扯 或者我怎麼敢壓那麼大 你什麼心情 對啊 那時候看到會覺得 現在這個點位 投資長這樣子是不是壓 賭注壓太大了 會很緊張耶 投資朋友 我可不是用賭的 投資長跟肉依講 對 我不去賭這些東西 很多人覺得 投資長你很敢預告 我跟你講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勝算沒有七成的預告 我根本就不敢大聲講 我講越大聲代表我也有勝算 對 這就是我的天賦 投資長真的嗎 真的啊 你可以回去 你回去看我每一件事的預告 你可以做筆記 你會發現我的勝算率非常高 你就知道 我在股市中是可以賺很多錢的男人 我知道你一定覺得很胡扯 你第一次剛好節目覺得很胡扯 可是為什麼我點率這麼高 為什麼我賴粉絲人數這麼多 為什麼我營養觀眾那麼多 這是事實 我們現在每天看一下一天重播 刺激大家 肉依 現在昨天 昨天是不是柯文哲說 疫苗才是最終解決辦法 是 沒錯吧 對 昨天的新聞嘛對不對 對 疫苗才是最終解決辦法 來 然後還有誰 還有 有沒有 全國三級警戒嘛 代表最新新聞嘛 對 蘇生昌 院長呼籲 踴躍打疫苗 可是下面疫苗 可以打怎麼辦 疫苗才是最終解決辦法 來你看清楚 看我的預告 肉依這是 4月22號 對 沒錯吧 郭仁龍分析師對不對 16萬的點閱率對不對 是 16萬的點閱率嘛 對不對 很高吧 來 你不打到時候 連出國都不知道怎麼出國 這是時候的事 沒關係 你看下一句話 我說趁現在人打就打 這4月20號 4月20號 台灣有沒有任何本土病例 還沒有 一個都沒有 到5月的時候才有機師 是 案例出現 我就是see the future 來看一下 我趕快 因為很多人已經看過 連出國都不知道怎麼出國 有沒有 人生先享受嘛 像買手機一樣嘛 所以我建議大家打 尤其60歲以上打 會比較好 好不好 你們不要鐵齒 不要到時候 想打的時候打不到 我是跟大家講 我看到未來 我是跟大家講 到時候會很popular 疫苗到時候 你都搶不到 有沒有 搶不到 是不是 對 肉依是都搶不到了 疫苗到時候會搶不到了 疫苗到時候會搶不到了 同樣的衣服 可是不同天 為什麼 因為肉依衣服穿很不一樣 第二個 我今天臉比較水腫 昨天吃太多養育片了 我們好像藝人一樣 我昨天吃了4包 很多耶 都沒辦法 好像每天就只能在家裡 我們沒事做 吃東西 看MOD 好 看什麼金剛啊 什麼真男快打 看MOD看得很開心 跟大家邊吃邊吃 邊吃洋芋片 差別人說我很困擾 我也不想要被三級警戒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 扯遠了 所以我們分析上藝人一樣 我每天常常去跑步 我今天晚上要去跑步 所以疫苗會搶不到 這絕對不是今天嘛 臉就腫就不太一樣 絕對會搶不到了 同朋友4月22號 我預告在前面 我就看到未來 好 我知道同朋友 你不要再講疫苗了 好 我趕快跟你講 就是要講疫苗 可是不要講重複的疫苗 不要講重複的疫情 好不好 好 所以先講一次喔 來 在一個月前 全台灣沒有任何一個分析師 跟你講台股會下跌 就算跟你講會下跌 他可能 他也沒跟你講到 任何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是我是全台灣 你是唯一一位 打疫苗的分析師 唯一一位 因為我看到未來 因為等你想打到的時候 打不到 有沒有 我說很多醫務人員啊 對 我說很多醫務人員說 唉唷 我不喜歡打會有血栓 我說這個血栓比例 尤其男生啊 不到2000萬分之一 你不可能血栓 基本上你就是不可能血栓 好 我可以說你99.999的信息 你不可能血栓 我已經跟你講 五百八十萬人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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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三十二個人血栓 是 那其中六個才女生 那如果放到 兩千三百萬人的一塊 才二十四個男生血栓 可是 怎麼樣 東方人跟西方人血栓比例 東方人之西方人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的血栓比例 換句話說 根本就不會有人血栓 所以韓國打幾百萬劑 比ALE疫苗不會血栓 我就講的邏輯很清楚 我不懂醫務人員在怕什麼 醫務人員只是覺得 莫德納疫苗比較 輝瑞疫苗比較 我也知道啊 可是我更知道 我為什麼西方很多醫生 參加環境 因為我看到很多醫生看不到未來 我知道疫情隨時會爆發 等到它爆發的時候 你要打不能打 對 你看這個柯文哲的市長 也是醫生嘛 本來就說要打莫德納疫苗 現在呢也打ALE疫苗 沒得選擇啊 沒得選擇 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就超級的 最深入的醫學常識 我不一定贏醫生 可是如果是醫學常識 融合人性的心理學 我絕對是專家中的專家 所以我是第一個呼籲 要打疫苗的分析師 很多醫生還沒有像我這樣 公開呼籲成這樣子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不要找我 要啊 很多工程師也要找我啊 他們很懂自成 可是不懂財報啊 不懂股票啊 通常啊 為什麼大跌 疫情擴張了 這樣子反而三景景見見低點 我直接預告大家三景景見見低點對不對 對啊 沒有我講吧 有 來 來看一下 三景景見見低點 我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疫情擴散會跌一兩千點 我們趕快看預告 疫情擴散台股會跌一千多點 可是這不是我人決定的 我只能告訴你 如果疫情擴散的話 你反而越跌越要買 我覺得台灣疫情擴散不會到 印度到會那麼擴散 可是他會先恐慌的下殺 先跌個一千點 甚至可能跌到兩千點 兩千點 可是問題是那邊 你反而要進一個買點 我先跟你講所有的趨勢 我們早就擴散了 你懂不懂意思 他可能早就擴散 你懂我意思嗎 肉依 早就擴散了你知道嗎 早就擴散了肉依 我說早就擴散 5月3號的時候台股在哪邊 來再看清楚 5月3號台股在這邊一萬七啦 這是日期嗎 一萬七嘛 5月3號跌兩千點 我還說兩千點喔 剛好一萬七跌兩千點 剛好低點 我都算得剛剛好 我都算得剛剛好 有沒有看到 好恐怖喔 全部都講中了 來畫面給肉依你說什麼 好恐怖喔 所以你每天就覺得我重複 是啊 我就是已經預告一個月後的事情 半個月後的事情 半年後的事情 人只能半個月重複 好我再跟你講 趕快我們要重複一次 因為我今天這個都是重複的 可是我要跟大家知道 你越看就覺得很恐怖 然後呢 我那個5月15號是不是那個 禮拜幾 5月15號是禮拜六嘛 我加班路嘛對不對 對 我直接告訴你 這邊喔看清楚喔 5月15號在這邊 我把它移過去 這是14號嘛對不對 14號是禮拜六嘛 這一天嘛對不對 對 我說那天是看起來要破敵的 嗯 因為禮拜六三級警戒嘛 我說反而禮拜六就到 見低點喔 來看清楚喔 來喔 來5 4 3 2 1 來看一下 原子山就最低點了 原子山 沒錯是週一的嘛 是加日加班路的喔 對 好不好 因為我講過一件事情嘛 我說過三級封城 三級的警戒 對 基本上就是見最低點 那見低點有兩種嗎 我講見低點喔 我跟你講喔 假日加班路喔 三級警戒 三級的封城 雷現在都快封城了 算半封城了 嗯 就是見台股的低點了 對 所以你看清楚喔 我那時候用 2003年的 4月好像28 23號 是 和平一月封月 那天也告訴你 所以它見低點了 沒錯 所以事件已經不只示範一次了 它示範兩次給你看 是 兩次什麼意思 來 第一個用邏輯思考 在2003年SARS台灣本身 瘋願了 台灣人生 最恐慌的時候 最恐慌的時候 反而見低點了 這一次人性最恐慌的時候 就禮拜一反而見低點 這邏輯很簡單 我只用邏輯看到未來而已 我看到也看不到未來 第二個 事件已經示範給你吃了 但疫情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會緊張 會殺下去 可是最後人會創新高 會創新高 對 我看到 來自未來的男人 是 用邏輯 用邏輯 來 看清楚 來 第二個 我現在要跟你講的是 第二個是什麼 這樣就算了 這樣就算了 我一直一直跟大家講說 要看清楚 我在5月17號禮拜一 應該是說禮拜天生夜 對 明天應該說就是怎樣 就是 做你唸給我聽這一段 幫我唸一下 明天應該是說 5月17號禮拜一 你就會知道低點是什麼了 對 如果禮拜一沒有跌破 15165點 那15165 就是5月的最低點 但是如果 週一跌破 15165點 那週一的最低點 可能就是 5月的最低點 肉依有沒有看到 我完全抓到 大盤的精華 你看喔 你知道我為什麼 寫這篇文章 嗯 我那時候有兩個 這裡聽說 週一沒有跌破15165 15165是上禮拜最低點 沒錯 那沒有跌破 就是15165就是最低點 那是最低點 那如果跌破1565 15159就是 5月最低點 所以禮拜一就可以知道最低點 好 那肉依你看喔 這個邏輯很厲害 因為我那時候盤感告訴我 就算會跌破也差不多 所以你看喔 跌破的時候怎麼樣 15165跌破以後 多跌6點 對 多跌6點 15159 所以你看我那文章 完全精準命中 我怎麼形容我心中的想法 這是天生的盤感 他說沒有 你要追究的時候追求 盤感最強的分析師 這不就這樣子嗎 禮拜一就見最低點 然後很多人斟酌自演 投資啊 你不是說15165可能最低點 可是我跟你講 禮拜六的時候 我補數很清楚啊 而且最多也差6點 我就說禮拜一就是低點 禮拜一就是低點 禮拜一就是低點 你就知道這項分析師 都有沒有起雞皮疙瘩 我不知道 我知道很多朋友 很多投資朋友 都能起雞皮疙瘩 對 這就是能力 幾分 我今天要趕快 趕快不要太多時間講疫情 好 可是我不要講過去的疫情 我要講未來的疫情 好 來就疫情而已 台國會創新高 這年創新高要怎麼辦 我本來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說9月底下以後難做 那件事喔 好 美國要打疫苗給你們 對 美國要疫苗給台灣對不對 要給台灣 結果現在說 什麼美國的衛生部部長 說要幫助台灣 聽聽就好了 到底有沒有送過來 我也不知道 我是很生氣啦 我是說真的啦 聽就好啦 我是不分藍綠的 我覺得如果 對岸的疫苗 科系疫苗人救人 送過來也好啦 我沒有要跟分大家藍綠的 我覺得人命關天 說老實話 因為WHO有認證的 這個跟大家講 可是我不要講太多話 講太多話我變成民以關鬥 我沒有要跟誰鬥 好不好 我只是跟大家講 如果那時候疫苗 大家能快一點 快一點 其實喔 其實就不會有人死掉了 我是滿難過的 好我扯遠了 可是我真的滿難過的 我要講的是說 疫情結束 疫情在還沒有結束之前 股市會先創新高嘛 因為有希望嘛 對 而且政府會紓困方案嘛 疫情結束後會怎麼走 我告訴你 現在我看到的方式 來前提 只要不要QE的情況之下 嗯 不要減少股 股市要創新高 是 為什麼 因為全球股市 全球 肉有問題一件事喔 全球裡面施打疫苗 最比例最高的是哪一個國家 現在是美國嗎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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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亞人就是比較厲害喔 比較聰明喔 製作人 製作人都答對了喔 沒關係 來 以色列 你說現在是美國代表 你可能知道以前是以色列嘛 對不對 60%打 美國好像是48%吧 是 至少接種第一季的人口 有沒有看到 60% 算滿多的有沒有看到 Google都可以搜尋 你們自己Google搜尋一下 好 所以Google很好用 所以現在秀才不順門便知天下事 來 好 然後第二個 重點喔 剛才是講重複 過去臭屁的話 我現在要跟你講未來的事情喔 這很重要喔 所以投資料我就跟你講 我每天講重複的話 就在這10分鐘裡面 講20分鐘重複的話 你還是得看我節目 因為我那10分鐘的話 跟人家講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來 讓我跟人家 然後你看喔 這以色列嘛 對 全世界接種比例最高的 是 從1月20號 平均病例每天增加1萬人 有沒有看到 對 到 最近呢 一天增加一個 差很多喔 對 Incredible 還有什麼同義詞 Amazing 是 Unbelievable 還有什麼 沒有我常常跟肉依要比賽PK英文 我三個了 好 三個都講了 三個都講了 現在馬上PK啊 好 好 Stunning 對齁 算了 我想不出來第四個 好 好不好 漏英文應該是比我好一點 好 OK 好 我們扯遠了 有時候私底下要跟他PK一下英文 無聊的託譜單子 我們兩個比賽好 所以你看這個數字很驚人對不對 對 Amazing 不要再漏英文的 從1萬人到變1個 是 變1個病例 這就算了 所以以色列的股市 是可以參考為台灣的股市 是沒錯吧 對 好 那以色列有像中型100 像台灣50種的股市 來看一下 好 這種ETF來看一下 昨天的ETF來看一下 解放有怎麼樣 創新高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新聞 這是很重要的消息 台灣記者有沒有跟你講 沒有 沒關係 本來就很正常 像台灣那個 台積電那時候 一千億資本支出 也是我獨家新聞啊 是 你拜一件地點之後我敢講啊 記者不敢講這種東西 因為他們不是分析師啊 我就是看到你看不到未來 我現在跟你講最重要的資訊嘛 結論就是 解放後還創新高 but 人生還是有個but 我是在沒有減少QE的前提之下 那什麼時候減少QE 現在美國金融比例是48%嘛 對 所以基本經營已經在重啟了 可是還不敢全部重啟 是 要到六成 到48%可能 疫情還是會反覆反覆震盪喔 要到六成 六成怎麼樣 六成的時候 那為什麼現在會輸出疫苗給我們 代表是說現在打的沒那麼多嘛 對 那攻擊很多嘛 是 所以當美國願意疫苗輸出給我們 或者給墨西哥的時候 他們都給中南美洲或什麼 怕中南美那些 那些難民 也會再過境過 逃過去 所以講來講去美國人都為自己啦 好不好 美國人都為自己啦 沒有 我要跟你講實在話喔 你也不要妄想什麼 兩岸那是怎麼樣紛爭的話 美國人會來救你 算了 我不要講太多政治了 可是我 你要疫苗都不願意給我們 你說呢 我講實在話喔 實在是 同志啊 你要從政 我不要從政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那麼多私利 有時候講太多真話 然後變得討厭 反正我跟大家講 連疫苗都不給你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我務實跟你講 人講太多喔 說多喜歡你 多愛你 那個行為才重要啦 同志也是一樣啦 不論是分析師或我啦 我跟你說 我不出貨給你啦 是我是真的不出貨給你 我覺得我也有這個能力 你已經看到了 可是你要每天驗證 我們講的每一句話 你要每天驗證 我講的每一句話 像今天有網友說 同志啊 那個股票啊 什麼台干生 你講的又就不講 同志我都講經濟日報 我沒有講過至少20次以上 經濟日報的股票 是我所有的股票嗎 不是 沒有 我也說你追你自己要風險 同志你自己沒有看完我的節目的 同志我講的非常之清楚 而且你看到 今天日報禮拜一 五根都展停盤 可是算到二三四五呢 跌 跌啊 我雖然累積計較 這禮拜是正的啊 可是要跌啊 所以同志我也不知道 所以最好方式是 你趕快加入我行列嘛 是 你第一時間進場嘛 是不是這樣子 沒錯 而且今天日報如果股票 出錯我全部會員股票 那誰要參加我會員 對啊 所以我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都講得很清楚 是 所以一個人 愛不愛你喜不喜歡你 其實不是要用行為 對 所以美國人喔 第一個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希望趕快疫苗給我們 我不是 我也當然希望他們多愛我們一點 好不好 第二個件事情我跟你講 是美國有給我們疫苗 代表他準備怎麼樣 準備已經在解封了 代表解封過到以色列的時候 到60% 70%的時候 對 那經濟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那個景氣會很好 好 好到什麼 好到股市會先創新高 可是討論QE的時候 就會下來了 所以我要跟你講 9月 我認為是9月 我也很清楚9月 我也很清楚為什麼9月 因為失業救濟金是0到9月 在9月之前 失業人數不會大幅度的上升 是不是喔 失業率不會大幅度下滑 9月以後就不一樣了喔 因為9月我沒有失資金了 沒有失業救濟金了 那美國有些比較懶的人 就不得不出來工作了 對 出來工作失業率就下滑了 清楚喔 9月因為失業救濟金 到9月才停止 我已經跟你講時間點了 9月之前沒有討論 他現在是準備討論 可是還不會討論 可是等到9月的時候 會討論很熱烈 因為失業率會大幅度下滑 那個時候股市就難做了 以色列已經給你一個風範了 只要疫苗施打率過後 台灣如果疫苗再大幅度施打過後 對股市是利益多的 跟你結論 可是這個前提是在 不能減少QE 不能再考慮升息 升息還是明年的事情 明後年 有人說後年 我覺得明年可能就可能了 好 不只是不要討論升息 是說不要減少QE 因為你要減少 先不要印鈔票 才討論升息嘛 記得 先不要印鈔票 才討論升息 這個前提 以色列股市創新高 疫情過後 以色列股市創新高 可是前提是 台灣疫情過後 台灣打疫苗過後 股市會創新高 可是前提是 不能減少QE 那這個在9月之前 那你說減少QE 台股就不會創新高 不一定 我做的會是9月之前 所以那時候我演講 本來講4月的 後來想想 我就跟你講說5月 我其實那時候就怕疫情 可是沒關係 5月還是用力嘛 你看現在看上去 是5月可以用力做多 沒有錯啊 上禮拜之前 你們覺得我郭忠 在跟你講說 6月台股創1萬7 6月台股創1萬7 很多就胡扯 我跟你講 很多網友很多酸民 都只能酸我而已 肉依我那時候去年 講3、4月 台股要創1萬2 被人家酸啦 被人家酸啦 我還簽名 你是負責任 然後咧 我還謝謝他們幫我打廣告 因為你看到那種行情 到最後台股算1萬3 1萬4 1萬5 對 那5不是對的嗎 我不是對的嗎 頭宅死多頭 很多都死掉 我從來沒 你看我這波 我有叫你用融資嗎 怎麼會死掉 我沒有人用融資怎麼會死掉 頭宅怎麼會死掉 你是賠啦 有些人會員真的是 到最高點 插入我懷疑的時候 真的是有賠到啦 是 是真的有賠到 可是頭宅沒有 你在最低低的人的時候 誰給你信心 我 所以邏輯思考很重要 我很多股票賺100% 你們怎麼沒講 但我要跟你講一件事 等下台股算1萬8的時候 你昨天後悔說 頭長 我真的還有錢 只是我沒加碼 你現在就有這種感覺 很多人你們還有錢啊 種種欸 其實還有錢 你現在是很後悔 因為最近很多網友 很多會員打電話給我 頭長我還有錢 每時候這樣子 漲了1000多點 跟我講還有錢 1萬5 1萬6 告訴你就是要用力買 所以跟你講喔 以色列股市創新高 疫情後的以色列股市 脫掉口罩後的 以色列股市創新高 所以台股在疫情的時候 就會創新高 對 在戴口罩的時候會創新高 脫掉口罩以後 也會創新高 記得喔 戴口罩的時候會創新高 脫掉口罩後也會創新高 可是BURS這個前提是在9月之前 好 9月之前 減少QE之前 記得喔 我講得很清楚喔 我這個是 我本來是 鴨香寶 我這個是本來那個 本來7月份要辦演講的時候 要講的東西啊 對啊 先講出來 阿是我們現在講 看起來7月份不能辦演講了啦 謝謝 我一個演講4、5千人 我跟你講到時候我上電視喔 頭顧分金師 絕對喔 不管政府盡力 4、5千人演講 是 沒辦法 所以預告前面 所以講到 然後第二個 我們再看預告喔 好 ROY2603 現在幾分了 好 2603殘龍 ROY 禮拜一是不是跌停版 對 跌停版以後幾乎天天展停版嘛 對啊 好厲害喔 來 三根展停版嘛 禮拜一跌停版63塊 是不是隨便你買 對 是不是跟之前的疫苗一樣 隨便你打 4月底你只要自費疫苗 隨便你打 你是要說你有出國需求 根本就沒有人管你 我就是 我投票你不要刺激我 我就是要刺激你 不然下時候再一次買點 你都不理我 禮拜一的殘龍 是不是跟以前的疫苗一樣 隨便你打隨便你買 嗯 你不理我 今天漲停版 來看一下我們重播看我們預告 因為我說過禮拜一見低點嘛 我也說過 回答怎麼樣 30到40%我才買 對 來 畫面給我 來 5月17號 看重播 5 4 321 這扯遠的 好來 跟你改一些股票 投票 投票投票投票 你不是說那個殘龍回檔30%你要買 喔 沒有錯了喔 我買了喔 喔 這已經 回檔40% 來 回檔40%我買了喔 回檔40%我買了喔 是不是跌停版 你自己看跌停版多少錢 這邊看得很清楚 63塊 這價格63塊嘛 跌停版63塊嘛 我買了喔 我買了喔 我在今天買了喔 我有進場喔 好 我有進場喔 我就跟你講 我就說沒有回檔三成我不買啊 我有進場了好不好 就有進場了好不好 Roy Roy你看到一個分析師 我就是敢預告在前面 對 我眼前跟他講 我說殘龍我很想買 沒關係等回檔30%的時候再買 我那時候說25% 我說15到20% 後來因為他長太多 我說我不理他了 我說長那麼多 至少要回檔30% 我們在講 有 所以你每天還在看我節目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我 我覺得投資料你好像每天在重複一樣化 不是其實我每天有在改 對啊 我Range有在改 Range有在改 Range有在改 我也跟你講一件事 Range有在改 所以我投資料我也講一件事 我都有在改一些東西 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一樣 那如果你半夜喊起怎麼看 我直接跟你講 跌的機率越高 大概六成 除非這幾天有疫苗的新新聞 好 疫苗幾萬劑啊 都有跟大家講 為什麼來看一下 我之前不是有說過 這個公式嗎 今天增加312例 有沒有比昨天多 有 昨天正286今天剩312 結果今天展259點 對 我覺得是那種自我實現的感覺 大家覺得今天展了以後 其實疫情應該減溫了 疫情應該減溫 看起來沒有 看起來沒有 朋友我已經跟你講 這個疫情以後 就是你人生期以後 就是兩個選擇 要嘛得新冠肺炎 要嘛怎麼樣 要嘛你打疫苗 投資料 你不為你自己好 我最近看文章的 跟我想法一模一樣 日本人很多人在 年輕人我到最後我不想 我不管 我得就得 反正我不會死 結果你知道 害死你的長輩 長輩的致死率非常高 我在講一件事 那時候義大利 100個人裡面死亡 裡面95個人都是老人 你不會死啊 可是你可能害到你的家中老人 這就是我會打疫苗最主要原因 我如果家中長輩 因為我 因為我的關係 得到新冠肺炎 我會非常難過一輩子 這就是我 告訴我 很多人想不透 很多人沒有要看到我 看到未來 人生不要遺憾 人生不要遺憾 你到時候要打 你要不要 不是保護你自己而已 是保護你身邊你愛的人 記得這件事情 那我跟大家講 老人傳的人 再傳給別人 有40%無症狀 10個人裡面傳給4個人 是 我跟你講無症狀 那台灣 台灣又說 不要盡量不要去快篩 這是不對 40% 100個人裡面也40個人無症狀 那40個人 你覺得他會去快篩嗎 政府又跟你講說 不要快篩怎麼辦 大家會傳給下一個人啊 那在你沒有症狀之前 你不會想要 大家都怎麼樣 言耳道理 你不會想要去快篩 肉依你會有事沒事 你想要快篩一遍嗎 不會 因為你覺得快篩這樣 旁邊的人會得病吧 會擔心 是啊 那你肯定 說不定你身上就有病啊 是啊 我不是要罵你 這就是10個人 沒有4個人的 我也不喜歡 可是我講話就很直接 你懂不懂 10個人沒有4個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傳下去 沒得救 所以柯文哲直接跟你講 醫學專家直接跟你講 疫苗才會疫血藥 可是我國者 是全台灣公眾人物裡面 講最多次要打疫苗的 那我是不是 誰是醫學專家 他們是 那我呢 我更可以看到很多人 看不到的醫學未來 是 他們去香港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禮拜一疊 禮拜一疊跌跌六成 好不好 我說六成 不是七八成 因為說不定有真正內線消息 我知道那個疫苗 40萬劑不夠啦 台灣至少要來個500萬劑 500萬劑台股展給你看 好 別說500萬劑 只要再來一個100萬劑 就稍微有救了 台股就會展了 可是實際上要來1000萬劑 這我跟大家講 來1000萬劑 趕快來疫苗 我要是柯文哲 我聰明一點 我現在就丟個議題 我要進口1000萬劑 科興疫苗 你看看政府到底要黨還是不黨 這個高超議題 不這樣的話總統選不上 算了我不要扯遠的 政治我 我對政治是 有興趣又人敢 所以就扯遠了 我要跟大家講 藍跟綠我都喜歡 我只看誰做的好不好 政府第一階段做的好 第二階段他在 我講真的好不好 反正我覺得有疫苗 最重要是人民啦 有沒有什麼牌的疫苗 對我來說不重要 我是希望沒有人要死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檢測 檢測還是會在漲喔 檢測還是會在漲喔 因為大叔一定會大規模 你相信我 大叔還在大規模 現在他們這些東西 到處還是要得模仿國外做吧 一定要大規模 幾乎是普篩式的檢測 所以快篩股還會漲 那高端疫苗 我跟你講我當然希望國產疫苗好 可是問題他現在還是二席 他的確是二席 我不是因為在他藍貨綠的立場 他的確是二席 我覺得 我覺得股價可以適度的賭 可是問題是 你不要賭到三期會不會通過 好不好 好 那最後我再跟大家講股票 蟬龍是三根斬停板嗎 對 我們公賀簡訊來了 是不是 公賀簡訊來 有沒有肉依三根斬停板有沒有 進場後出現三根斬停板 這是公賀的簡訊喔 所以團朋友很開心喔 來最後來跟你講 6187萬潤 趕快 這股票 台積電概念股不必怕啦 好不好 台積電股真的不必怕 好不好 好8103的漢權 10倍本益比也不必怕 這演講送的股票 這邊都是送分給你的 2345置板 投信最遠在買 這個有機會創新高 這演講送的喔 我還是很看好演講送的股票 8016抗核症 這也是演講送的喔 不是 這是細創 對 是6016 好 講到這個細創講到敦 敦敦今天又拉尾盤了 團朋友敦 10倍本益比不為過 10倍本益比200塊 真的是送分題 怎麼會這麼便宜 怎麼會這麼便宜一堆股票 台積電 一樣600塊以下的台積電 是老天送給你禮物 我這樣要敢講 我一直講 我一敢講 我一直講 有沒有你去想想看 是禮拜天的時候 禮拜六的時候誰給你勇氣 是我郭總給你勇氣 每個人都覺得台穀慘定了死定了 我直接告訴你禮拜一件低點 這禮拜台穀還漲了500多點 我是第一個跟你講公開講 打疫苗分析師 我是專家中的專家 我看到你看不到未來 如果你夠相信我的話 換來電相機 080668085 重複一次 六月底之前 一個月內 台穀會再突破一萬七 八月底之前 之前可能七月 台穀會突破一萬八千 不要到時候後悔 歡迎來電洽詢 為祝各位 身體健康再賺大錢 謝謝各位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通知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歡迎來電洽詢 0800668085 榮耀華爾街我們下週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